嗨大家好 张张这期节目呢 带大家来进行一个游戏的测评 游戏的名称叫做 极地战壕6 它的英文名字叫 Scar Cry 6 国族此刻开卖吐槽 今天我主动从六个方面 来阐述一下这个游戏的优点和卖点 由于我这个人呢 做事呢比较认真 我在试完过一小时的体验版之后呢 我并没有急于录制这期的节目 而是我在思考这款游戏呢 和当下可以结合起来的热点与卖点 版游戏是我见过的 最富有成功预测含义的游戏 在极地战壕5中 竟然出现了酒精 是最重要的物资交易货品的桥段 大家都知道 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新冠病毒 主要的克敌法宝就是酒精 那不得不说 这真是伟大的预测 在极地战壕6中 也有这样的审预测 于是呢 今天呢 我就把我的体验结果和研究结果呢 分享给大家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以一个非专业的游戏玩手 以及一个专业的编剧导演的视角 来跟大家分享这款游戏的 嗨爆之点 这款游戏是由玉璧多仁多公司研发的 它讲述了一个古巴人民为了推翻当地首领独裁者的浴血奋战的一个故事 游戏的一开场就是一个会有磁性的声音 欢迎来到亚拉 一个停留在时间中的热带天堂 但是天堂也是有代价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虚拟的加勒迪海岛上 各路玩家可以以男性或者是女性的第一人称 来进入这个虚拟的世界来 来进行这个独太者统治的天空土地国家海域 这四个领域的游戏大战 我们下面说一下六个卖点 第一个卖点呢 就是它逼真的电影感 场景美术音乐 类点草点笑点 卡丝点预测点 一一尽有 那么在电影中彰显的最重要的要素呢 在这里全部都体验了 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游戏玩家来说呢 就是一个高水平的享受 第二点就是它游戏中独裁者的饰演者的这个主角呢 非常有市场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虚拟的故事呢 发生在古巴 游戏中这名独裁者的饰演者 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美国演员 叫做战卡罗 他曾经饰演过赫赫有名的绝命读师 他在绝命读师中 饰演一个开炸鸡店的大叔 我们简称他炸鸡书 他每天忙碌的穿梭于炸鸡店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贩毒 这个战卡罗 他出生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他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人 他的母亲呢 是一位非裔的美国人 因此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们全家呢就迁居到波士顿 我对这个演员的从影经历呢 非常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对丹麦的哥本哈根呢 也非常的有好感 我个人旅游呢 也去过好几次 同时呢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澳大利亚的西尼歌局院的设计者 是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的 他叫约乌虫 有关这个独裁者主角的饰演者 詹卡罗 他的很多的从影经历 以及从影过程中的小故事呢 我都知晓 但在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此呢 我特别感谢这款游戏的编剧 他能够慧眼时镜的找到我 让我从一个电影创作者的角度呢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非常的感谢 第三个卖点 关于场景的配置呢 非常具有当下跨时代的 出品的意义 这个游戏诞生在一个亚拉的岛上 那么这个亚拉岛呢 是一个横跨丛林 海洋 陆地 沙滩的热带国家 那么这个极地战壕6呢 相比与之前的极地战壕武器 它的时间上呢 设置为60分钟 比之前游戏的时长要长 因此呢 也满足了众多玩家 在被新冠疫情冲击这个世界之后 大家都足不出户 不能旅游 不能度假的一些遗憾 我们再次在这个游戏中 在它虚拟购置的这个世界里 我们体验了一把沙滩油 海底油 天空油 以及热带国家油的回忆沙 那么这一切的 重温旅游梦呢 都是这款极地战壕6 带给我们的空间享受 第四个卖点呢 是我最最欣赏的一个卖点 在这款游戏中呢 它的游戏背景呢 起源于古巴的卡斯特罗 独裁者的独裁统治 那么你将饰演的这个丹尼哈鲁斯呢 是一个民间的战士 那么他会纠结各方的势力呢 和这个独裁政府之间呢 会有无数场血腥的 智慧的 无预警的 以及出人意料的战争 那么作为任何一个故事呢 它都是有一个主题的 然后这款游戏的主题呢 很快就被我提炼出来了 就是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那么我认为它这个主题呢 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结合到我们当下呢 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觉得它这个主题呢 非常的有预见性 我们知道世界四大首富 世界四大首富有三对都离婚了 他们分别是 特斯拉的老总马斯克 亚马逊的老总贝佐斯 微软的老总比尔盖茨 目前还在婚姻中 接手的是Facebook的老总 扎克伯格 那我们仔细玩过这个游戏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在虚拟世界上演的故事呢 他一样会在现实生活中重演 比如马斯克和他几任女友的金钱大战 比如贝德斯和他发期离婚时候的强硬态度 再比如爆出的比尔盖茨真正的离婚原因是因为他和一位女下属有染 以及他常年迷恋于灯红酒绿以及情色场所造成了他妻子的不满 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你会惊奇的发现 刚刚一一描述的这些商业点在这款游戏中都有若隐若现的出现 所以这一点预见性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再次我还会对这个游戏开发的公司呢投去欣赏的一票 第五个卖点是这款游戏的预测性 他的主角的星座和世界四大首富的星座完全重合 博主精通星座 但凡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呢都会知晓 我对星座有惊人的敏感性 我从这款极力战壕6游戏的主角身上 看出了世界四大首富的星座和性格 其中这个主角独裁者的儿子 第一个他的外貌是比尔盖茨的天蝎座 他的性格是扎克伯格的金牛座 他拥有迷人的狭长的眼睛和迷一样的神秘和沉默 他的父亲安东卡斯特罗 他的外貌是亚马逊的老总贝佐斯的摩羯座 他的性格是扎克伯格和著名影星乔治·克鲁尼金牛座的混合体 大道独裁 喜欢奉献 但是斤斤计较 而所有广大玩家们的性格 就是赫赫有名的巨蟹座的马斯克 可以很有才 可以很有钱 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止醉金迷 可以想杀水就杀水 敢想敢干 但是不用负一毛钱的责任 与女人永远都有扯不清的绯闻 幸福而霸道地活着 所以这款游戏可以满足你们 和世界四大首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第六个卖点就是这款游戏登月的预见性 众所周知 世界四大首富贝德斯在本月就要登月了 他的登月计划和埃罗马斯克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款游戏中也出现了登月的镜头 但是我个人觉得稍稍有点少 如果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会知道我很懂预测 我也成功预测了很多事情 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我上一期的视频 如果是我来编写这款游戏呢 我会把世界四大首富在未来会发生的所有事件全部写进去 这样在游戏上市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同时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下一季的游戏中贡献一个预测点给研发方 并且祝愿这款游戏大卖 各路玩家可以一睹为快 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个非专业玩家 但是是一个专业电影从业者的角度 来分享的这款游戏的体验和它的众多的卖点 所以我也希望对它感兴趣的玩家朋友呢 不要错过呢这款游戏 而且我们锁定Five Cry Fix